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所以有一天夜里睡觉 半夜电话响了 我太太接着电话 因为我听不见她讲了好久 可是虽然我听不见 但是我总觉得她还在跟人家讲话 很久很久很久之后 她把电话交给我 我再插上去 知道了 她的老伴走了 那是我们的好朋友 当年在一起聊天 我们半夜 一块出去 开车 去吃早点去 等等等等的那些过往的事情 都想不到了 但是有一点最重要的 当老伴走了 我们这些所谓做朋友的人 要常常的关心她 常常的问候她 谁都可能先走 有一些事情 会是意外的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别忘了 在我们自己可以帮人忙的这种情况之下 不要忘了我们的爱心 不要忘了我们自己能为她做一些事情的事情 那份心意 夫妻一辈子 几十年 但是到后头 如果不是一个重大的意外 那可能总会有一个先走 有一个后走 我相信有很多的家庭 大家都讨论过这种事情 夫妻两个老了 都会想到这 可是别忘了一件事情 真的是那种情况的时候 你记住了多多的关心 那另一方面我要讲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 也许我们都是老年人 也许我们夫妻两个的感情都很好 过得很好 但是别忘了 总有一天 有一个先走 有一个后走 那一用一份关心的事情 去关心自己彼此之间的事情 跟孩子之间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你正可以做得到 冷静地做得到 用理性做得到 好好的来处理好了 免得将来有很多的麻烦 今天 因为那个电话 我想到了这些事情 我更希望 祝大家健康 上帝赐福你们 路面址 请来 请不吝点赞